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0克淡奶油 50克的椰蓉 40克的淀粉 还有250毫升的牛奶 还有30克的炼乳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吧 我需要把这个椰蓉铺到整个底部 找一个模具来铺 好了 我们铺好的椰蓉跟容器先放在一边备用 下面我们要做牛奶淀粉糊 我要先倒入80克的牛奶 还有40克的淀粉 一起拿打蛋器搅拌 在家里面咱们应该会经常看到家长拿这些打蛋器什么的搅拌鸡蛋 但今天我们不是让它搅拌鸡蛋 保风鱼 只要它感觉到底下没有小块块没有淀粉的小块块就行了 放到一边备用 倒入170克的牛奶 跟这个100克的淀奶油 我要挤入这30克的炼乳 虽然这一袋是12克 本来我们只需要30克 但12克也不会很甜 加在一起36克也不会特别特别甜 所以我就全部加了 我们已经把原料都加入进去了 下面我们要开小火开始煮 要一直搅拌 不要停 然后等它放个小泡泡 我就要放入这个 玉米淀粉 还有牛奶弄成的糊糊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 软面团的状况 就好了 下面我要小火煮 慢慢的煮 要不停的搅拌 千万不要等它完全沸腾了 要不然它就会溢出来 就就不好了 如果喜欢椰味重的 就可以把那个牛奶 换成椰奶 或者是呢 可以把这个炼乳啊 换成椰浆 下面呢我要倒入这个 因为它已经起小泡泡了 倒完了马上就要关火 现在这浓度已经够了 下面呢我要把它倒入在这个椰蓉上面 我们已经把这个椰蓉牛奶小放做好了 下面我们要晾凉 放到冰箱里4个小时冷藏 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吃啦 下面呢我们要做火龙果味的椰蓉牛奶小放 它的步骤跟普通的椰蓉牛奶小放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我们需要半个火龙果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啊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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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根据自己的喜好 裹上其他的粉末也是可以的 我现在在切这个火龙果味的 感觉好像在切蛋糕似的 这么多够分给五六个人吃的了 我们滚上粉末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不想让它黏在一起 然后呢这样呢让它口感更好 我尝一块小小的 还蛮不错的 这个呢口感啊 软软的 黏黏的 也不是黏黏的吧就是滑滑的 往舌尖上一放 就感觉它会化 特别 口感特别好 火龙果味的椰肉牛奶小放已经做好了 下面呢我要弄原味的 下面呢我要尝一块原味的 我没有尝过呢 软软的 凉凉的 滑滑的 感觉是不 放到舌头上 用脸 它就会碎掉 你看 叶蓉牛奶小放 吃下来口 叶蓉牛奶小放 就做好了 它这个好像不太很放 所以呢 它还是很Q弹的 这个呢 再就是我们夏日清凉食品系列之一 牛奶小放 大家快点关注真影工作室吧 这样呢你们就可以学到 做椰蓉牛奶小放的教程了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带来更多的夏日清凉食品系列的食物 大家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decreto需要 выпуск 高超頻的可能性 把不是腻子 Photo 拿去了 他还有一只抵轶 啊 软 rig